台北市政府为了响应国际无车日 今天举办了自行车勤称活动 因为全场有16公里 相当富有挑战性 因此吸引了将近三万名的民众来参加 二 一 走 老顶就老家 阿公就阿嬷 为了响应台北无车日 大伙儿起个凿 就为了上街享受着驰骋的快感 除了健康还可以促进感情 不仅有人习家带券 还有人请来了另类的好朋友 我们特别为了他来这边参加自行车的活动 今天是带谁出来玩 玩玩 连续七年的无车日活动叫好又叫做 而去年相较之下 今年因为油价飙涨的关系 参加人数多出了一倍有将近三万人 而虽然一度因为车太多无法动弹 但参加的民众都很开心 不错啦 感觉不错 台湾的风景 骑轿车可以慢慢地欣赏 喜欢骑车吗 骑车 就第几次来参加 不知道 不知道啊 第三 看到市民这么捧场 台北市政府也一路从仁爱路 一直到公管实行交通管制 全长16公里 让民众骑出不一样的周末 台北市今天举行了无车日活动 三万名单车族卡打红灰烈 享受追风的快感 不过在这边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 明天922是全球无车日 是个上班上课日对大家来讲 不过台北市的信义商圈将首度在上课日 上班日早上7点到下午5点实施交通管制 要封路骑单车 现在就担心了 会不会无车日这一天 管制区里头是没车 反而周边道路却塞翻了 警车开到没有其他大车抢路 这样骑单车真是超享受 台北市响应世界无车日 风路骑单车 车友乐翻天 三分人从市政府广场到公管水岸场 体验全长16公里的风火轮快感 希望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而大家的身体力寻去节能环保为地球 最好有专门的自行车道 那我们要骑车上下班都可以 很少载快车上骑车 一骑车感觉很舒服 只是错过了也不用感到可惜 9月22号世界无车日 信义商圈将要封街10个小时 不过碰上周一上班日 附近的交通势必会受到冲击 特别提醒七七车用路人 管制区域包括了松高路 仁爱路 市府路禁止通行 但不包含松人路与信义路五段 封街的时间从上午7点到下午5点钟 北市府特别呼吁七七车组922 该以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步行 事先规划路线以免耽误行程 另外民众只要持悠游卡 搭乘商圈及周边60条公车路线 将通通免费 目的组本期目 进一下中复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